顾宝今天在干嘛 玩具多小朋友在玩他的自拍杆 后来被没奶妈给没收了 太阳狮子都在睡 绵绵睡的位置太隐蔽了 花花小上树扒拉半天没上去 然后找了一个矮的上去 坐在树柴上看着睡觉的弟弟 小金蕭躲在角落里玩 宝鑫还是在他最喜欢的墙角睡觉 快看花花这不安分的小角 从背面看就变成了一只小海豚 荷叶醒了就跟花花在闹 绵徽还是在这个位置卡住 花花跟荷叶开始吃饭了 花花虽然吃的不利索 但还是很努力的在吃 金蕭宝宝五个月大都会爬架子了 不过最后还是掉了下来 小金蕭想爬树 被小宝星给拦了下来 接下来是爬树大作战 快看树枝上长熊猫了 花花在仔细的吃竹子 憨憨的荷叶也在吃竹叶 荷叶憨里憨气的 然后来年虎花花 小叶子躺在姐姐怀里睡觉 小叶子躺在姐姐怀里睡觉 不过花花不乐意弟弟夹着 把身子抽出来 然后把小叶子当枕头 看叶子被什么动静给吵醒了 起来看了两眼 这边呢 两个小叶子 自己自己自己去就去玩了 这个一片当枕头 就是这个枕头 等一眼 纯纯就造型了 他说他要起来找 然后继续趴着当枕头 又来了又来了 姐弟俩简直太有爱了 就想着什么 也知道 我整个小叶子躺在两个小叶子 还记住我 那当枕头就是 我找到这个人的地下